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先来看一下它涉及到的考点 其实这些考点就是这四大纠片措施 有组织措施 管理措施 经济措施 还有技术措施 而关于每一类措施 它包括很多的举例 我们只需要把这么多的举例给它区分开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先说第一个 组织措施 在前面我们讲到组织措施的时候 给大家总结过 只要是跟组织论有关的 还有就是跟人员的调配相关的 跟组织论 跟人有关的 我们通通属于组织措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它又包括那些举例 比如说第一个 重视健全的组织体系 找关键词啊 组织体系 拥有专门的进度控制岗位人员 跟人有关的编及调整进度计划 对于进度计划 我编制进度计划或调整进度计划 还有呢 组织论 注意组织论 只要跟组织论有关肯定属于组织措施啊 还有加强进度计划的审批程序 你看啊 跟进度计划相关的 有编进度计划 调进度计划 还有进度计划的审批程序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呢 会议 组织会议 开会议 这些就是关于组织措施 涉及到的一些举例 而在这里除了掌握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考点 就是关于会议 我们需要明确什么 他可能会考到多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进行有关的进度控制会议的组织设计 要明确以下内容 看啊 要明确会议的类型 是跟进度相关的会议 还是跟安全相关的会议呢 要明确类型 主持人 谁去参加这次会议 什么时间召开 以及会议文件的整理 分发和确认 这些内容他可能会考到多选 当他在考多选的时候 谁会作为干扰箱 我们看啊 会议的流程 还有会议的地点 他可能会作为干扰箱 平时我们说 在什么什么时间 我们要开个什么会 那肯定会明确到会议的时间呀 还有会议的地点 会议的流程 这些我们都会涉及到吧 但是在这儿 他并没有涉及到会议的地点 还有会议的流程 必须要清楚 这两个很有可能会作为干扰箱 他不涉及地点 这个可能啊 在项目上我们想要开会的时候 可能这个会议室就那么一个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去哪里开会 所以呢 他就没再强调这个地点了 要注意 没有会议流程 没有会议地点 好 这是关于组织措施 要求大家去掌握的 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 看啊 包括这么多的举例 管理的思想 管理的方法 管理的手段 都是跟管理有关 还有发承包模式 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发承包模式呢 是平行发承包模式 还是施工总承包模式 还是施工总包管理模式呢 这是发承包模式 还有合同管理 要注意 整个合同管理 整个合同管理 它通通属于管理措施里面内容 这个必须要清楚 这个我们在前面早就给大家说过了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那么多的风险进行管理 通通属于管理措施 那么包括哪些风险呀 包括组织风险 管理风险 合同风险 资源风险 还有技术风险 在这里 你看不能说我看见组织风险 我就属于组织措施 不对 这个组织风险 管理风险 合同风险 它们通通属于风险的一个类别 那么整体上 整个风险管理 它是属于管理措施的 所以在这些风险 大家必须要注意 你不要看它什么 组织风险呀 技术风险呀 这个技术风险 是不是属于技术措施 并不是 这些风险 通通属于风险的一类 而我们对于整个风险进行管理 是属于管理措施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括号里面的这些细节 然后 还有 网络计划的应用 比如说 我们用网络计划图 去代替横道图 或者是去优化 网络计划图 那么这些通通属于管理措施 还有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 信息技术 比如说BIM技术 我们通过应用这个BIM技术 帮助我们进行更好的去管理 这个也属于管理措施 一定要注意啊 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 这属于管理措施 好 第三个 经济措施 经济措施必然要跟钱有关吗 比如说资金 资金的需求计划都跟钱有关呀 经济激励 注意 激励这是怎么激励呀 经济激励 给你奖金 通过给你奖金去激励你 还有资源的需求 钱能买到资源吧 所以这个资源 它也是变相的钱呀 只要是跟钱有关的 通通属于经济措施 第四个 技术措施 这个技术措施 在前面我就给大家强调过 整本书只要提到技术 就重点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设计技术 一个是施工技术 所以在这里你看 还是包括设计技术和施工技术 设计技术 它包括不同的设计理念 设计技术的路线 设计方案都是跟设计有关吧 那么再往下 施工技术 改变施工技术 施工方法 施工几些 都是跟施工有关 好 所以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跟设计跟施工有关的 通通属于技术层面的措施 好 那么四大制片措施 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编制及调整进度计划 编进度计划 调进度计划 加强进度计划的审批程序 属于什么措施啊 组织措施 编 审 调 进度计划 等等 还有召开的时间 会议文件的整理 分发和确认 这些都涉及到了 但是没有涉及到会议的地点 也没有涉及到会议的流程 重视信息技术是属于技术措施吗 重视信息技术 通过一些信息技术的使用 帮我们进行更好的管理 它属于管理措施 不同的设计理念属于技术措施 正确 技术措施 它包括设计技术和施工技术 那么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设计理念 这是跟设计有关的 它确实是属于技术措施 正确 那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经典题目 第一个 下来进度控制的措施当中 属于组织措施的是 组织找一找啊 编制工程网络进度计划 用网络图去代替横道图 这个属于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 编制资源的需求计划 钱能买到资源 资源是变相的钱 所以它属于经济措施 编制先进完整的施工发案 施工发案 这是跟施工有关 这属于技术措施 编制进度控制的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属于组织论 这属于组织措施 所以这到底正确答案选择D 好 第二个 下来建设工程 进度项目控制措施当中 属于经济措施的 有经济措施 看A 增加进度控制的岗位和人员 增加岗位和人员 只要是跟人有关的 通通属于组织措施 这属于组织 编制资源需求计划 上一道题我们就强调过 跟资源相关的 资源是变相的钱 所以这属于经济措施 比较分析工程物资的采购模式 什么发承包模式 采购模式 这个都属于管理措施 分析施工技术的先进性和经济的合理性 这个是什么措施 施工技术的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 它是不是在强调这个技术好不好 所以它属于技术措施 那么这道题它找的是经济措施 我们应该选择B选项 好第三题 下面进度控制时 进度控制会议的组织设计内容 包括什么 进度控制会议的组织设计内容 我们再来回忆一遍 关于这个组织会议 它要具体明确 第一个会议的类型 第二会议的主持人 参见单位和人员 会议召开的时间 还有呢会议文件的 整理分发和确认 而在这么多里面 它没有涉及到会议的流程 也没有涉及到会议的地点 流程和地点是肯定不能选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A选项 是不是以流程作为了干扰项 还有会议的类型 这是有的 主持人召开时间 还有会议文件的整理 分发确认正确 那么这道题正确的案选择 BCD 看第四题 下面建设工程 向我们进度控制措施当中 属于技术措施的有 注意 技术措施 它要跟什么有关呀 设计和施工 对吧 你要跟设计和施工有关 我们看看 看A 建立图纸审查 工程变更的管理制度 我们建立的是 这样一个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 这属于管理措施 深化设计 选用对实现目标 有利的设计方案 跟设计 跟施工有关的 通通属于技术措施 必正确 分析影响工程 进度的风险 减少进度 失控的风险量 风险管理 属于管理措施 风险管理 整个风险 它不仅包括 什么管理风险 还要包括组织风险 资源的风险 技术风险 整个的风险管理 通通属于管理措施 这属于管理措施 优化施工方案 合理选用 机械设备 优化施工方案 优化这个方案 施工方案 跟施工有关 所以 D 正确 属于技术措施 看一 优化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缩短持续时间 通过什么 我们才能去优化 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是不是我们根据那个 网络计划图 是可以去优化的 对吧 只要提到网络计划图 网络计划图的优化 用网络计划图 去代替横道图 这些通通属于管理措施 所以这道题 技术措施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和D 好 第五题 下来建设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措施当中 属于技术措施的有 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要跟什么有关 设计和施工 看啊 A 分析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和线胶混凝土结构 对施工进度的影响 分析的是 不同的构件结构 对于进度的影响 这肯定是跟技术有关 这个绝对是跟技术有关的 正确 采用网络计划技术优化 工程施工工机 它这里给了一个技术 选吗 你看啊 采用网络计划技术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网络计划图 我们去优化 或者是对于原来的网络计划图 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属于管理措施 分析无年节用力混凝土结构的技术风险 分析这个技术的风险 技术风险 整个风险管理属于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 这两个都属于管理措施 D 通过比较钢网架高空散装法和高空滑移法的优缺点 选择 施工方案 我们要确定一个最佳的施工方案 这个是跟施工有关和技术有关 正确 通过变更落地钢管脚手架为外爬式脚手架 缩短工期 这个是不是换方案了 换方案了施工方案 同样也是和技术有关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A D 和 E 选项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第三章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